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照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爱画的超级简单的日常妆容 用到的化妆品有这些 可以细看一下这次的妆容 重点就是睫毛 根根分明的假睫毛 睫毛是一根根粘的 这次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DIY的我的睫毛的 这是Shiru Mira的Soft Cross 平时很爱用的一个睫毛 但是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所以其实更流行一些更加自然的 我一般会每次都是DIY的 这个盒子我觉得特别好用 因为它是塑料的 然后很挺 不会让睫毛弄坏 我会自己看心情去做 这挺漂亮的 还会做前半部的样子 会拿到这种小的 这种11mm 10mm的 我还会根据当天的状况 去填前半部这些空隙的位置 靠叉型的 就可以卡在这个位置 在家厂里长的一个 就是我DIY的睫毛 很漂亮自然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种是直接买的 所以就很浓密 每一个都距离都会比较密集 但是我这个自己做的话 就会更加有空气感 这边的话就看起来梗啊 什么的都会比较假一点 闭起来眼睛的话 这种就像自己睁睫毛一样 我觉得现在的流行趋势 是更偏向这种 腮红用到的是 这三个 第一个是Glossier的 先用液体的腮红打理 妆容就会很服贴 Color Puff 第二个呢就是 Kylie的这个 Winter Kiss 大面积的 眼皮要来一点 不怎么上色的腮红 虽然它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呢我就会再加一个 红状色 荧光的 Dior的Rosier Globe 很漂亮 死亡玛米粉 但是它里面是荧光的 放在很小提亮的地方 点在影响的地方 就搞定了 这样的腮红就会超级有陈丝感 Kylie Drenner的这种M8 它的平身设计 其实挺舒了的 但是它涂起来的感觉还可以 就是像那种唇膏加唇右的集合体 不会特别的黏 也不会有些那种甜味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好 今天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吧 很多是我们其他想看的 就是想学的东西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Bye Bye 哦 对了 非常重要的就是沾这样的假酸膜 要自然一定要用透明的胶水 这样闭起来眼睛的时候 才不会看到有痕迹哦